作词 李宗盛 不过开心的每一间朋友 黑小福来 来到你家 黑小福来 来到你家 黑小福来 福来的花园 福来能很快穿好鞋 他能系扣子 拉拉链 他还能自己做零食 清理他的房间 他更能在花园里 帮爸爸干活 可是有一个夏天 爸爸让福来 自己管理他的花园 福来 你的花园很漂亮 好像这个家里 还有别人也有绿手指了 爸爸 我有两个 我的花园要像你的一样 没有杂草 也没有 瞧这个 一个毛虫 挺好玩的 你可以把它拿起来 不过要小心 哇 你看他有不少的腿 还挺哑哑的 毛虫需要有很多条腿 来帮他们爬植物和嫩枝呢 还有手指 对 和手指 我该让小熊也见识一下 记住 要轻一点 我会的 我在花园里找到的 很棒吧 真的 他咬人吗 不咬 很友好 你来试试 那他吃什么 吃叶子什么的 来试试这个 嗯 他也许不饿 哦 哦 芙兰尼长做地儿了 哦 对不起 嘿嘿嘿嘿 我们可以在我的花园里 给他搭个窝 好啊 走吧 爸爸都夸我是个好园丁 有些花都开了 有紫色的 还有粉色的 还有 哦 哎 樱桃 是谁放在这儿的 是棵樱桃树 孩子们对不起 我太使劲儿就把树枝给弄断了 没关系 反正也没砸着我们 那我们能吃吗 嘿嘿 吃吧 樱桃不就是让人吃的吗 谢谢了 芙兰尼拿的什么呀 一个毛毛虫 一个毛毛虫 嗯 我好像以前就见过它 爬进了我的花园里了 嘿嘿嘿 毛虫啊 它想爬哪儿就爬哪儿 我们想为它做一个窝 做个窝 那你们可得做个比蝴蝶还要大的窝 为什么 为什么 嘿嘿嘿 你们瞧着吧 小熊 快一点把它放到我家里吧 雁树先生 待会儿见 谢谢你的樱桃 不客气 要是还想吃就到我这来摘吧 真好啊 那明天 明天行啊 好 我们明天见 我会等你们的 太棒了 还要有一个屋顶防雨 看起来真不错 是啊 毛毛虫一定会喜欢它的新居 那当然了 瞧 不好 我应该用别的东西做房顶 哦 是啊 不能用叶子 你看 它会多吃光的 还到处爬呢 是啊 它是找别的吃的东西呢 嗨 你喜欢我吗 这什么意思 是还是不是啊 我想你是在说是吧 福来 吃晚饭了 来了 也给你弄点吃的吧 哎呀 我也觉得饿了 我得回家看看晚饭好了没有 再见 再见 小熊 再见 福来 记着 别忘了给毛虫喂吃的 我知道 瞧啊 窝里全是吃的了 晚安毛虫 我们明天见 早上好啊 猫虫 早上好啊 啊 不好 我的花 我的花 福来怎么了 爸爸 爸爸你看 这毛虫 把我的花园都给弄乱了 儿子 他不是有意的 毛虫就是干这个的 那也别弄我的花啊 我只想要一个漂亮的花园 每个人都想啊 可是花园里 就应该有不同的昆虫的 因为这个才会有趣 是不是 好吃 那要是没有毛虫不是更好吗 好了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在小熊要表演精彩的魔术 你可真棒小熊 嘿 福来 你不用着急 现在没有了毛虫 你的花会重新长出来的 希望如此 我非常认真地照顾这花园 嘿 他们在吃艳蜀先生的樱桃呢 嘿 走开 赶紧走开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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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艳蜀先生 那些鸟在吃你的樱桃呢 我把它们都给烘跑了 天哪 希望还能回来 啊 为什么 我喜欢花园里有鸟 它们可以给我姐妹 可是那些樱桃怎么办 哦 让它们吃点也没关系 反正已经有够多的了 我的花园里有很多来访者 是啊 它们有的特别特别的小 嘿嘿 对福来 有的就像你花园里的那只毛虫 呃 你是说曾经在 呃 是的 我想我要干点别的事了 再见 怎么搞的 它应该待在这儿啊 你可以待在这儿 我不会生气的 真的 儿子 你在找什么呢 毛虫 我想让它回来 没准就在这附近 我来帮你找找 啊 什么 瞧瞧这个 不是那个 这个毛虫已经做好捡了 就在里面 马上就要变成蝴蝶了 福来不用难过 毛虫就是这样的 我懂了 可是当它变成蝴蝶 就不会再来我的园子了 因为我很不友好 福来 你已经尽力了 你还带它去了邻居那儿 而且还喂它 还没有哪个毛毛虫 生活在那么好的窝里呢 你尽心了 我真希望它能记住那些好的事情 它当然会 哦 这真是个百花园 我没想到有这么多种花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来访者呢 蜜蜂 蜘蛛 蜘蛛 瓢蟲 蚯蚓 还有 一只蜂鸟 是我看见的 对 那只很好看 是啊 很有趣是不是 我们还在等一只非常特别的蝴蝶 是啊 我每天早晨都看一下虫姐 爸爸不在这儿了 是啊 他正在变呢 我都来不及跟他说再见 没准就等我不在的时候吧 哈哈 那可说不准 没准比你说得还近呢 哪儿呢 嗯 在你的壳上呢 嗨 毛虫 是蝴蝶 它飞了 哈哈 蝴蝶就是要飞的 哎 看见了吗 你的窝还在这儿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 雁蜀先生说得对 我们是应该做得比蝴蝶大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对了吧 蝴蝶 我的花园有很多不同的来访者 可是你 永远是我的最爱 嘿嘿嘿 嗯 福来出走了 福来能很快记好鞋 他有爱他的妈妈爸爸和他的好朋友 那种特殊的感觉从没有改变过 但是有一天 福来却不那么肯定了 然后熊妈妈说 有人吃我的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熊看见他的碗空了 然后就哭了起来 如果要是有人喝我的粥才好呢 要是有人能喝我壳里的粥多好啊 哈哈哈哈 福来卧牛 不能讲话 上课要注意听讲 福来快点 好嘞 我们踢的可真好啊 福来小心 狐狸要恭喜我们 海里也是 哦 停下 不要再赛了 福来这个球不算的 这个球不能算数 你们赖皮 等我们靠近你时 我牛总要告诉你 对呀 你的后面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可我们没有啊 对 要不然你们就遵守规则 要不然就别玩了 那好吧 不玩就不玩 温瑶 我们去别的地方 就是 他们不想让我们玩 beard 是啊 弟者 cracks 又是我听爸爸说 这儿不能讲话 你们大家可要注意听讲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還记得猫头鹰老师对你们说的吗 是啊 我记得 噢 那好像是我从图书馆借的书 是啊 记得吗 你不是上个星期借给我了吗 是啊 可是你跟我说 你要还回去啊 我会的 只是我还没有看完呢 那要是我接到过期通知怎么办呀 我不想有麻烦 知道了小熊 别担心 我会还回去的 我会和他一起去 不用了 还是我自己还吧 再见了小熊再见 现在小熊也生我的气了 还说她是你最好的朋友呢 桌子上怎么没有吃的了 妈妈 哦 福莱我在外面呢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 我就在这儿 我在忙着油漆没听见班车到了 今天学校还好吗 糟透了 你能给我做点吃的吗 哦 我就要吃完了 等我弄完了马上就给你做 每次我一下车 她就把吃的摆在桌子上了 她今天为什么不待会儿再刷油漆呢 哎呀 我都饿了 我也是 我不想再等妈妈了 我要自己做点吃的 想不想帮忙啊 好啊 我可以尝试了 我懂得帮忙吗 咱们还是要送好 我家说 我家里的冷藏 我家里的人 要干什么 我们歌手 我开发 我去年纪封 我家里的冷藏 需要 嗨妈妈 别担心吃的了 我都做完了 我做得很好吃 干嘛不等着我做呢 瞧你们弄得多乱啊 我会收拾的 我能帮吗 没准用纸巾更好一些 不服来不用了 还是我来吧 你们到外面去吃面包吧 好吗 我来我们去哪呢 不知道 反正我不会待在这儿了 今天过得真不愉快 谁说不是呢 好像没有一件事是对的 就是 简直是岂有此理 害我们是不是快到了呢 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啊 这是去树上城堡的路 好就去那儿吧 这儿 这儿不会有人生我们的气 对 我的感觉好多了 我也是 我不想回家 不想上学 更不想坐班车 我就想待在这儿 待在城堡里 对 难道你不想待在这儿吗 我也喜欢待在这儿 可这儿毕竟不是我们的家呀 没有别的原因 谁给我们做饭 谁给我们做饭 又有谁在睡觉前会给我们讲故事和盖被子 说不定我的爸爸妈妈会到这儿来做这些事情的 光是去拿信 我妈妈和爸爸就要走一天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这儿来呀 那如果我们晚上回家睡觉 然后每天早晨再过来呢 哎呀 芙莱 这主意倒不错 可如果我们不去学校了 我们还能玩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还会有饼干吃呢 嗯 这儿的确是没有太多的东西 蜗牛 不如我们先回家 我去拿些东西来 好吗 先拿些饼干吧 先拿些饼干吧 我来帮你吧 我来帮你吧 再来点 往前一点 对对 快点 我拿这儿了 我们怎么办啊 快 哦 你好小熊 你好阿姨 小熊 芙莱在家吗 她现在不在 她和蜗牛在外面玩呢 哦 那你能不能告诉她 我很抱歉在搬车上生她的气 再把这本书交给她 我已经办了延期 这样她有足够的时间看完这书 哦 好的 我会告诉她的 她们在讲什么 关于延期的那本书呗 她为什么要告诉我妈妈呢 现在我可真要有麻烦了 哦 小熊 你想的可真周到 她要知道你不再生气了也会很高兴的 阿姨再见 再见 哦 你们俩在这儿干嘛 我们要拿些东西去树上城堡 傅莱对不起 马上要吃饭了 我不想 我和蜗牛要住在那里 你们两个要到城堡里去住 没人喜欢我们 所以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 当然除了睡觉以外 快出来吧 我们好好聊一聊 告诉我没人喜欢你们是怎么回事 妈妈 这一天糟透了 每个人都生我们的气 从猫头鹰老师开始 是啊 我们只不过就在听讲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而已 哦 我懂了 还有什么人不喜欢你们 狐狸和海狸 还有小熊 弗雷说过他要把书还回图书馆的 可是小熊还是生气了 你们说的那个不喜欢你们的人 为了让你能看完书办了延期手续 真的吗 对 就在这儿呢 另外他还说了对不起 不该在班车上生你的气呢 哦 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 还记得上个星期你练足球的时候 我忘了给你拿护镜了吗 是的 我还很生你的气 没错 可是你还是很喜欢我 不是吗 是的 妈妈 尽管你把厨房弄得乱糟糟的 可我还是喜欢你啊 我只是不喜欢桌子上椅子上 和地上的花生酱和果酱而已 是不是有点黏糊糊的 哦 的确是有点黏糊糊的 哈哈哈 事情有时候会让人很生气 可能并不表明就不再爱对方了 更不表明我们应该住在树上城堡里面 你要是真的住在那上面了 我和你爸爸都会想死你的 是的 我也会想你们的 还想你做的饼干 你这么一抱 我怎么能再说出来拒绝呢 谢谢你妈妈 我看到了 你会想你 你学习吗 你呢 你来想你 你真的想你 真的想你 你知道吗 你别想你 他想你 我来想你 你 我来想你